大家好 我是欢花骑行 我现在已经骑行了3万公里 到了福建省的宁德市了 看我身后这里 您好 2021 我是从2020年3月16号从上海出发的 经过了江苏 山东 河北 天津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 新疆 西藏 云南 广西 海南 广东 现在到福建的宁德市了 我现在站这个位置是叫林德市的蓝岸公园 我昨天晚上就在那边搭帐篷的 但是人家不让我搭呀 搭了两次都被赶走了 晚上天黑了嘛 哪里也去不了嘛 就偷偷的在那树林里面去睡了一晚上 然后很冷的 早上又有人去赶我了 我现在我就滚吧 我赶紧滚吧 我现在准备带大家进他们市里去逛一圈啊 这个林德市还是很不错的 走吧 看这边车水马轮 很多车的 高楼大厦 这里就是南岸公园的边上 秀的还不错啊 这边 玩上的意见很漂亮的 这里 砖上我偷偷的在那边看 看对面的房子很高啊 这个导引在这个水里 太漂亮了 中间这里就是一个公园 南岸公园 砖上我偷偷的在那里树林一晚上 好冷的 准备搭帐篷的 但是人家不让我搭呀 搭两次都被赶走了 没办法 人家就是这么规定的 我缓缓七星嘛 我也只是经过这里是吧 人家不让我搭 那我有什么办法 看 林德市 我这个自行车道修得特别宽 比318的国道还宽 绿化也特别好在这个城市 林德市被称为大黄鱼之乡 他这里有很多的那种鱼 因为挨着海边嘛 林德市还是国家的园林城市 也是全国的双用模范城市 很干净绿化的特别好 因为他这边有山嘛 所以说是国家园林城市 还有他也是全国文明城市 很不错的这个城市 看 这是早上啊 人不是特别多 因为我起的太早了 那边市里我就不去逛了 因为市里嘛 基本的话房子都差不多 我就往这边顺路这样子过去 其实这边的人他也挺热情的 早上我在那边做轮渡的时候 他不是要收现金吗 我又刚好没带 一个大姐就很热情的就帮我给了 虽然就三块钱嘛 也挺让我感动的 我为什么说搭帐篷 他不让搭 是因为那个公园 本身就不让搭帐篷 那他只是一个管理者是吧 他也是服从上面领导的安排 还有搭在那里面影响也不好 我也能理解 但是我哪里都去不了了 我就偷偷的再来收拧你一下 睡了一晚上 这个不是说他们这里的人不友好 不热情 不是啊 这个只是说他们就是那么规定的 我是个歪地人嘛 我得尊重他们这边的这种管理制度 明白没 好的东西他就是好的 像他这个街道啊 自行车道啊 确实是修的很好 这个不得不说知道吗 林德市的交通也很发达了 这边高速 港口 高铁 反正所有的交通都有 很发达的这边 这里过去就是台湾海峡 对面就是台湾了 这里离日本也不远了 看在这十字路口等红绿的 很热热的 他这个车很多 但是这边骑自行车的人特别少 我基本一个没看到 我就看见他们喜欢骑这个电动车 但他们都很熟这个交通规则的 有自行车道的地方 他们都不会下这个马路上去 没有的那没办法 像这个嘛他有车 就在前面当着那没办法 是吧 福建的人给我的印象是挺好的 真的 以前对这边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因为我不认识这边 就是也没来过也没有这边的朋友 经过我这次环化期间 我感觉福建这边的人 挺不错的真的 还有福建的交通真的很发达 我感觉他的马路比广东的修的还好 可能是因为以后准备 把对面的给收过来吧 所以说得提前把马路给修好 真的好多地方是 8车道10车道12车道 真的修的特别好 我环化期间以来经过那么多省 我就感觉福建省的这个 嗯 路是修得最好的 真的 基本都有高处啊 每个市都有高处 你看像这种 人家就直接不会修上山了 这个路 我就继续往夏普县方向走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你就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